哈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在今年非常流行的韓系慵懶外翻捲法 今年很流行不刻意的捲法 有一種要捲不捲,慵懶隨性的感覺 好多韓系還會搭配雕染,真的是非常好看 所以今天我要來學學 這個捲法我會用之前在國外買的圓錐型的電捲棒 因為這個電捲棒可以製造出很自然的捲度 第一撮可以先從最靠近臉部的地方開始 然後呢記得是要由內往外捲 用這個電捲棒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不要燙到手喔 因為這個有一點危險 每一撮停留的時間大概是5到7秒 然後你放下來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螺旋形的捲法 那現在就先不要動它,讓它自然冷卻之後就可以繼續 接下來的髮術都是重複一模一樣的動作 記得由內往外然後由下往上 這樣子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捲囉 剛捲完會覺得它蠻捲的 但是呢不用擔心因為最後要用梳子把它們全部梳順 接下來就依照相同的步驟把所有的頭髮都捲完 前面瀏海也要注意一樣也是要往外翻的方式捲唷 髮尾的地方可以再捲一次加強一下它的捲 還有一些挑染的地方可以讓捲度更明顯 這一次我粉紅色挑染是在一個特賣會買的染髮筆 超級酷的一個東西就是可以讓頭髮暫時上色 大家可以去我的FB看更多它的分享 剩下的捲髮繼續捲捲捲 這是一個需要很多耐心的一件事 但是你知道為了艾美這一點點小適度來說都不算什麼 就是要很有耐心的把枕頭捲完啦 枕頭頭髮都捲完之後就可以用梳子把它們全部都梳順 邊梳也可以用手這樣子隨性的撥一下 讓捲度看起來更自然 那這個韓系的慵懶微卷法就完成囉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想要看我更多妝容還有髮型的分享 可以去follow我的FB粉專 Lib&Cheek巧喜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